张嘉妮被老外疯狂追求,对方不介意她有二孩子,买钞赶紧买钻戒,幸好有买钞这个暖男一直在守护着她,从而让买钞的知名度大增,可是后来却发生了转变,如今她和张嘉妮孩子都有两个了,不仅没有买钻戒,甚至连婚礼都没有举办过,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,买钞马不停蹄地赶紧给张嘉妮买了一个钻戒,因为如果不买的话,老婆都要没了, 张嘉妮就告诉她自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,意外的是老外并不介意,反而是更加的疯狂了,实际上,买钞是一个富二代,家里并不缺钱,所以从财力上讲,完全能够给张嘉妮一个风光体面的婚礼,但她却一直拖,直到现在都没有兑现过,不过,从买钞对待张嘉妮的态度上来说,一直都很照顾她的感受,而且体贴入微,很少对她发脾气,难道说买钞是恐慌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